接下来我们要将目光投向我们的太空家园 此时此刻 节日里仍然坚守岗位的 还有刚刚进驻天宫满月不久的 神舟15号航天员乘组 费俊龙 邓清明 张璐 三位航天员快速适应了太空生活 目前载轨工作生活有序展开 空间站组合体运行稳定 2022年是中国航天收获的一年 2022年12月4号 完成六个月载轨驻流的神舟14号航天员 陈东 刘洋 蔡旭哲返回地球 2023年到来之际 他们通过视频的方式与公众见面 回顾2022年中国航天的历史性时刻 期待新的一年中国航天更加精彩的表现 2022年是中国再人航天 开启新征程 创造新伪业的一年 我们有幸在太空见证众多历史性时刻 圆满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 目前在科研人员的精心照料下 我们正在逐步恢复 感觉良好 还经常梦回天宫 感谢全国人民的关心 2022硕果累累 这一年我们在地面严格训练 在太空紧张而忙碌的工作 无论是在天上公确 还是在地球家园 我们始终执着地坚守一个信念 一个梦想 为祖国出征 为民族圆梦 现在我们正在抓紧恢复 争取早日投入训练和工作 追梦路上不履不停 奋斗争承 砥砺前行 2023精彩继续 当前我们还有三名战友 正在太空出差 相信新的一年里 中国航天员一定会有 更加精彩的表现